請各位幫我打開這個 第一個範例裡面 我找一個好了 因為剛好跟選課有關 因為其實我今天就想說 想知道 到底我們這個班上的同學 哪一個系的人最多 幾年級最多 OK 所以這邊有個資料 如果我想要知道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 首先你把它打開 我其實只有把那個 你打開之後 給我編輯一下 B班的資料怎麼亂 我們用A班的資料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 廣播 那我把畫面廣播一下 裡面的這個資料 有個班級這個欄位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的話 它的系所的訊息 它會是在哪個位置 在這個 這個刮虎有沒有 前刮虎的前面這幾個字 那所以呢 第一個啦 如果假設我希望做資料的統計分析 其中的話呢 最常會用到就是所謂的樞紐分析表 那樞紐分析表你想說 老師我想要知道 到底哪個系所的人最多的話 那怎麼辦呢 當然第一個啦 如果你要用樞紐分析表分析的話 那第一個你必須要先產生 那一個欄位 哪個欄位 我想要統計哪個系所的 哪一個系所的人的數量最多的話 那我當然我必須要先產生一個欄位 哪個欄位呢 就是所謂的系所 所以我們在C欄的地方 這邊列舉你在C1的儲存格上面 先增加一個欄位名稱好了 叫做系所 OK 所以我就增加一個系所的一個欄位名稱 那這個欄位名稱的話呢 假設要跟這邊一樣的話 我可以用常用裡面的這個刷子 複製格式好了 刷一下 讓它長一樣好了 那接下來我的需求是我要取得的字 剛好是在什麼呢 刷弧 有沒有 前刷弧的前面這幾個字 當然要怎麼把它剛好搬過來 那你說 當然不是叫你點兩下C1C1C1V吧 點兩下C1C1C1V 哇 那不得了 你要做幾次啊 OK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找到一個規則 這個規則的話就是說 那規則裡面我覺得 比較直覺的方式是哪一個方式 最直覺 看一下這個資料 剛好它的資料 剛好就是前刷弧的前面這些字 如果它的字數剛好一樣 還好解決 有沒有 你用Labs函數 插入文字类函数里面LAPS LAPS指的是 左边算过来几个字 它就帮你取得 但问题是 它的字数刚好不一样 所以假设 如果你用LAPS 比如说优标放这边 然后插入函数就从这边 然后找到文字类函数 文字类函数这边 那其中的话 要取前面的字的话 用LAPS 所以如果用LAPS的话 当然如果字数一样是可以 比如都三个字 假设都三个字 我们按确定 它问你两个问题 函数的使用就从这边 插入哪个函数 那你从文字类里面找到 然后它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的字在哪里 TEST在这里 OK 第二个问题的话 那你要几个 LUMBER CHARSE 就是几个字 假设都三个字的话 你就输入3 那你会发现 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就会帮你取得前三个字 所以你向下 向下拉也可以啦 不过我是建议你 就快点两下 直接在这个储存格的 右下这个呢 不是有个空点 快点两下 它就全部帮你填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理论上你会发现 底下都三个字耶 就取得了 但是有个问题啦 什么问题 就是它好像不是每个都 只有三个字 有的像这个是四个字 像这个是五个字 像这边底下还有六个字的 有没有这六个字 所以它的字数其实不完全一样 可是有没有一个线索 可以帮助我们找到 它到底是在哪一个字 到底几个字 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 你其实可以找 它有个固定规则 就是它的那个要的字 刚好是在钱瓜阿虎的前面 有没有 比如说呢 我假设找这个钱瓜阿虎的位置 它刚好是在什么呢 哎 你们算一下 五嘛 所以五减一不就好了 那也就是说呢 我只要能够找到 钱瓜阿虎的位置 把它减一 那就是 它有几个字的这个讯息 那可是问题 我要怎么找钱瓜阿虎 顾名思义吧 第一个 你可以把这个钱瓜阿虎 把它选起来 Ctrl C 当然你不选也没关系啦 不过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个是全形的瓜阿虎 不是半形的 OK 第二个的话 就是在第二的这个储存 练习一下 我们插入函数 这边一样找到文字类 那你可以看到文字类里面 有个函数 我们刚刚用Lab什么 其他这些相关函数 你如果不知道 请你花点时间把它研究一下 也就是一个函数 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假设 这些函数你都懂的话 那你以后就可以很直觉的 把那问题每个都解决了 OK 不过可能要花一点力气 像我以前刚开始学 就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 把它通通看过 每一个 底下有说明嘛 你每一个 比如像这个Lab它有解释嘛 这底下都有说明啦 这边有说明你可能每个都点心 那应该总total全部有四百多个啦 有没有 所以你恐怕要花一点力气 所以有时间的话 请自己再去把这件事玩 因为这没办法 这每个人一定还是要花一点力气 去了解 那其中的话呢 我要寻找 你就找到什么 文字类里面的 Fine函数 有没有 其中有没有 一个叫Fine 顾名思义嘛 寻找 那寻找的话 顾名思义就是 在哪一个文字里面 找那个钱瓜阿吴在哪个位置嘛 有没有 所以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不 应该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要找什么字 我要找钱瓜阿吴 所以我把刚刚复制的这个钱瓜阿吴贴上